接下来我要特别去说新式的图表 它有做一些特殊的设定 举例来说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图通常我们会希望呈现一条趋势线 好趋势线 在这个趋势线里面 我们是不是点这个加 然后把趋势线打勾 你这条趋势线就做出来了 针对趋势线 你可以把它改成线性 现在预设是线性 指数线性预测 那这种预测不好 建议改成什么 改成我们把这个开发 对不起 点选属线分析表的分析 针对年的部分 我们把它呈现年跟月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针对这张图 针对这张图 趋势预测 来去做线性预测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它预测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因为有更多个上下的点 上下的那个数值 所以它可以预测出来的这一期会更精准 好我想应该大致上可以了解 这个是线性预测 我要特别请你知道的 好所以这个趋势预测很棒 对不对 趋势分析 趋势线 首先这些一定要是数值 就是你的Y轴 一定要是标准的数值 第二你的X轴 X轴一定要是连续的日期 你就这样记 一定要是连续的日期 其他都不行 那我接下来要讲更进一步的图 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利润分析完毕 我们总会想说 奠基在销售之上来去看这些利润的表现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家公司销售与利润的关系 也就是散布图比较特殊一点 可是我要分阶段来去完成 第一阶段 我们来去画双轴图 记住这是订单里面 订单资料里面 是不是有销售额跟利润 这两个的大小关系 好我先用直标图给你们看 首先插入数鸟分析表确定 那我是不是假设以一个纸类别 它的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还有它的利润 如果你找不到就在这边打利润 这也是我蛮常使用的方式 来你去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做完了这个数鸟分析表 然后来就画数鸟分析图确定 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其实不太好 好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它的值确实是差距很大 好那所以通常我们会做一件事 我就直接把这个利润设定 把它变成 变成副坐标轴 这个利润画在另外一个副坐标轴 还有把这个图因为两个都是直条图也不好 所以把它改成 比如说是折线图 折线图我喜欢加那个点 我喜欢加那个点 然后确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零跟这个零啊 这边它这边的其实是就是左右两边其实是不对称 这边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坐标轴呈现出来的双轴的表现是怎么样 还好啦这家公司大部分都是获利高的 像这个这几种是不是都比这些来高很多 好我只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你可以如果这是你公司的资料 你就会很关心说其实书价卖很多 但是它的获利其实不高 接下来我想要针对这是双轴图 双轴就是有两个有两个项目你可以去做一个比较说明 那如何去画出散步图 好因为那条趋势现在非常重要 我们来去看公司的黄金法折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画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教一下 首先再插入书鸟分析表 一样我们先去画那个子类别的两个数值 两个数值一个是销售额 然后一个是利润 那你去看一下这里面假设你点到这个散步图 这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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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不是都画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件事 好吧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 把这个区域内容布置出来 然后选择性贴上值确定 然后我现在先画销售额 针对这些名称 其实我们可以去画它的趋势线 也就是说针对这些项目 它的一个趋势线走向是这个样子 好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一项 这一项 这一项它的一个趋势线 好 选这一个跟这一个利润 插入 散步图 你会发现基本上 趋势线加 然后趋势线 就是这家公司感觉起来就是 它用销售跟利润 这些 这些产品所画出来的一个趋势 它是这样逐渐上升的 好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假设在那个销售 销售越多 利润应该是越高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假设我用建议图表 我要呈现的是这一张 确定 我就把这个 第一张第二张 好 这是第三张 这才是我要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一张表 我要进一步的 请你们去看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我的X轴 我的X轴是销售 我的Y轴是利润 所以有看到负2万在这里 我所使用的是建议图表 就是说 你选到这些资料之后 然后麻烦请点插入的建议图表 里面的这个 好 我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 这一张图表 设计 我们来去画趋势线 你知道这条趋势线 是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个销售额越高 就是越往右边 我的利润越高 举例来说 这个点的销售额 先把趋势线关掉 这个点的销售额 它是30万 利润是42000 那当然 这边你去看这个点的话 它绝对销售额大于30万 现在变成快50万 那利润呢 达到8万 好 这代表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这代表这家公司的黄金把折 而且这个资料 如果说你今天 你用各年来去看 应该都是一致的 我还是要加进去这条趋势线 好 那请问一下 既然我们得到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经营法则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 为了达到更高的利润 你就要提高销售 销售增加 利润增加 对不对 所以你 经由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计算 然后知道说 我们公司的一个 那个建营法则 原来是销售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是正相关 很重要的数据分析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你看至少这样子的一个散布图 我觉得你还要再去做一个 所谓的验证 因为假设我现在用的是纸类别 那你要是用客户来去算这件事 应该也要得到是这样子的结果 好 这个叫做经营法则 销售利润 那请问我们在各地区 是不是也应该看到相同的结果 好 我们就做各地区 那各客户你就自己去做了 例如说 我们的地区 好 所以就插入 数据分析表 确定 然后地区的销售额 地区的销售额跟利润 好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内容复制 选择性贴上 接下来就直接用建议图表 这一个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画它的趋势线 你有没有发现在地区这边的呈现情形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好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 我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 销售额很高 但是利润1万7 东南亚 这个地方就非常不适合用我刚刚说的这个策略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事情吗 好 所以也因此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们应该是要因地区而去制定出在地的一个销售的方式 我想我接下来要继续请你们引导你们来去思考 这个是各地区的经营法则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观念 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 就是我们这样做书没有分析 其实是不够的 它差在什么地方 首先 你看像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这样子的计算 我这样子的计算 各年的利润 我是不是曾经有做过退货 退货 好 直接把退货放在筛选这边 然后 我可以直接选 就是我要选没有退货的 所以把市给关掉 他就直接帮我算出来这样子的结果了 这就是完全没有退货 所算出来的利润的一个表示的情形 就给你们参考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很方便来做 但事实上 事实上同期比较 是不是要再做一次 是啊 好 例如说点到它 然后我就把这个退货 然后放到筛选这边 然后一样 一样这张图 那我当然只要针对那种 还没有退货的 没有退货的 来去做比较分析 虽然结果不太会改变 但是这个数值都在变 你稍微看一下 114 121 好 假设原本全部的话 121跟139 可是事实上那是假的 那真正扣掉退货的 好 这些才是正确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书没有分析 你这边有很多张报表 你要一起来去做这件事 第二 他这张各年的利润跟同期比较 他在两张不同的报表间 对不对 这也是因为他以色尔就缺了这个互动式 第二个以色尔做不到的 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2020年 2020年这一天的获利 这一天的获利 假设我给他改成 5万 就是前面我增加 5.0.0 这等一下你会看到 2020年这一个器具 东南亚会暴增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所以在这个各年利润 其实我们真的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就是当来源资料改变的时候 这张资料表 等一下你去看 等一下就会变成17万 这一年 只要做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他这边就变17万 不过最最最重要的 你还是一定要先知道 什么叫孙某猜权呢 什么叫孙某猜权呢